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将聚焦并购潮 深入并购第一线 追踪并购全过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敬请关注 中文热点就有烫声音 有反系话题就有烫声音 关注公众利益 关注经济半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鸿涛 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并购潮 来自中投集团最新的数据显示 在2012年的1月份到现在 中国能源矿产海外并购案例总共是10起 其中仅1月份宣布并购的企业就达到了8家 而且跟以往海外能源矿产收购经常受诉不同的是 如今欢迎中国去投资的声音是明显多了起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11年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欧贼矿业公司的中国武矿 盈利总额突破百亿 同比增长98.47% 这单惊动了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韦恩斯旺的并购 被亚洲金融杂志评为全球最佳并购 他们很感激 他们很感激 他们在头上说 MINMETALS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这很精明 一定是坚持共赢这样一个法案 而不是说是对谁有利对谁有利 一定是双赢 一加一大一二 秉承互利共赢的理念 2011年 中国石油以24.5亿美元并购西方石油公司阿根廷子公司 中国中华集团以30.7亿美元收购挪威皇家石油公司引领能源类并购 而中国武矿 中钢 武汉钢铁等则引领着金属矿产资源领域的并购 去年一年 总投资195亿 一共投在53个地区 一面是处于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 一面是国内矿产资源的短缺匮乏 从成功案例不难看出 不论是央企还是民企 都赢得了国外政府或企业的有种欢迎 2011年9月 四川汉龙集团出资约17亿澳元 收购了非洲大型铁矿石三档子公司 这个项目解决了当地上万人的就业问题 为此 卡麦隆共和国总统保罗比亚访华时 亲自约见了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 以表示感谢 在卡麦隆 都是一个巨大的项目 这个项目如果建成投展之后 将为卡麦隆贡献9%的GDP 无独有偶 短短两个月后 另一家民营企业 山东信发集团 全资收购奥诺姆飞机勘探有限公司 8000万吨的6个铝土矿 80年来首次颁发的土地租赁协议 让信发集团成为飞机第一家 开采铝土矿的企业 飞机总理在当地的电视讲话中 基于山东信发集团这样的评价 我们中国这种大的开放的思路 就是护理工业 护理工业 我们坚持引进来和组织的并购 所以我们通过组织去 来实现我们这种护理工业 事实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脚步 一直就没有停下来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 由于受到所在国家的保护政策 资源的这个并购啊 其实并不顺利 但是短短两三年过去之后 成功牵手的消息就频频的传来 究竟是什么 让逆转来得如此之迅速 这里是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 OZ的总部 时任CEO的安德鲁米歇尔摩尔 在等待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批结果 戏剧性的是 除了中国五矿收购OZ矿业外 另有三家中国企业 几乎同时对澳洲多处矿产 发起了并购申请 这让澳洲监管部门高度戒备 米歇尔摩尔等来的最后消息是 审核不能通过 收购亮起红灯 电话那头的五矿集团总裁周中书 非常不安 中国企业不收购 人家别人也不收购 人家比你还强 审批被否 无疑是当头一棒 但周中书并不想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因为澳大利亚的利托 毕和毕托两大巨头 多年来凭借资源垄断 死死卡住了中国企业的脖子 如果能有第三大矿业公司 欧贼联姻 又有重新改写格局的可能 时间回到2009年1月19日 那一天 在宴请米歇尔摩尔的午宴上 五矿有色集团总经理交建 把投影机搬上了餐桌 那根长长的价值线让米歇尔摩尔看得眼睛发亮 在过去的几年中 由于大宗商品与资源价格快速上涨 欧贼公司疯狂的扩张 严重地摧毁了脆弱的现金流 其股价总值也由最高峰的120亿澳元 跌到17亿澳元 其中还包括未来需要偿还的7亿美元到期债务 中国五矿提出的一览的解决方案 让米歇尔摩尔看到了互利共赢的诚意 于是在澳洲收购史上上属首创的场景出现了 买方和卖方同时出现 并坐在谈判桌的同一侧 但澳洲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 欧贼矿业所辖的prominent 又有铜金矿位于军事禁区 坚决否定中国五矿全面收购的方案 短短四天之后 一份新的方案 再次递交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中国五矿最终方案是以12.6亿美元 对价现金收购欧贼矿业 除了prominent Hill 铜金矿以外的所有资产 时间之快 效率之高 让澳大利亚官方无言以对 只能批准 然而加拿大黄家银行和澳投资咨询公司RFC集团 在最后一次股东大会前半路杀出 他们提出的新价码 让部分股东的希望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收购再偏变数 可能说我医生当中最大压力 关键时刻 周中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加价 但是追加多少合适呢 就是这间办公室 周总的会开完了 收权给了 后来呢 我们是和另外两位同事呢 在这个房间 又开了另外一个非常纠结的会 交建和他的同事们 整整站着研究了一个多小时 胜算到底有多少 就在这最后一波 最终是加价了1.8亿 大洋彼岸的股东大会 进入到至关重要的投票表决阶段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成败 再次一举的压力 很紧张 那我有可能说不成 我们也做好这个准备 当时就是在这个房间 我们大概有十几位同事吧 就围在这个电脑的前面 看着当时这个 OZ公司股东会的一个 投票的全过程 虽然几经周折 但绝大多数股东赞成这双交易 收购协议高票通过 记得周总是从楼上跑下来 还破例的超绿智学家 历时五年的跟踪关注 两年的收购兼并 收购当年即盈利3.5亿美元 对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 中国五矿的神速和高效 让澳大利亚政府 对这个带有脖子头的企业刮目相看 从拒绝到认可 从抬高门槛到鼎力支持 并购路上波折而坎坷 与中国五矿相似的 是另一家民营企业的并购 也是从高手如临的征战中开始 但张学信的对手 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欧美老牌旅业巨头 双方地位的悬殊 决定了并购的艰辛 张学信掌舵的山东信发集团 是一家以旅野链 旅身加工为居住产业的民营企业 集团氧化旅生产能力600万吨 而生产氧化铝的原料 铝版土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1年我国进口铝土矿 增长了44.59% 中国铝土矿对外依存度高达60% 家里要断粮的危机 让张学信感到开发新资源 尤为紧迫 他们整得非常厉害 我马上派人上美国 念飞机的动力去 一千年到美国 就有这个清楚 从飞机追到美国 在美国又追上飞机总理的同一驾驶航班 信发集团第一时间做出的法应和诚意 打动了总理母拜尼玛拉玛 但是短短几天就传来消息 强大的对手出现了 我本来已经板成了 一切坦成了 一切坦成了 其他过家 其他游的人有过整下了 有过整下来以后 那我怎么办呢 2011年的一个周末 山东省商务厅境外投资管理处处长 三耀刚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正是信发集团打来的求助电话 三耀刚感觉到事态的紧迫 第二天 他们就准备好资料赶赴北京 再次联络到飞机政府 在各个部门协调合作的同时 信发集团又在第一时间 递交了一份详实的并购方案 他们会帮助政府 一起来修路 建学校 盖社区 包括除神环保 他们不是开采掠夺 而是开发建设 2011年6月 飞机总理 姆拜尼玛拉玛的一番讲话 表明了他对信发集团的认同 中国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给飞机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1年11月 信发集团正式成为飞机第一家开采旅途矿的企业 最后总理表态很好 我们事业不喝多了 我认真老长了 认真老长了 说我老长 教我老长 认真老长了 他能敢 几番交往 张学信与飞机总理成了交心好友 一次酒会上 姆拜尼玛拉玛告诉张学信 之所以最终选择信发 是因为在他们心里 中国企业讲诚信 中国员工最勤劳 那次酒会 从不沾洋酒的张学信 喝多了 我愿意把这个律 不光在中国来的时间 要干出个名堂 要叫十人都知道 中国人不备 2011年11月11日 飞机总理出席 山东信发集团 飞机旅途矿项目的开工典礼 三药缸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 飞机总理还专门 给中国政府发来贺电 他说 这个次次采矿证的颁发 是飞机采矿业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一程碑 该项目的顺势实施 不仅能为飞机政府 带来可观点收入 对推动飞机的经济增长 增加本地就业 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海外资源并购 民营企业更具有灵活性 把握机会 果断出击 是他们决胜的关键 三档斯是一家 在澳大利亚交易所上市的 大型铁矿石勘探公司 主要项目 位于非洲喀麦隆 铁三角矿石核心区域 预计全部资源量 能达到百亿吨以上 如果能完成对它的收购 四川汉龙将跻身于 世界第五大铁矿石生产商行列 三大多股票一路上涨 涨到了近六毛钱 我们觉得如果再全面邀约的话 这个价格大概得一块钱左右 才能邀约成功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基本上准备放弃了 然而2010年6月 一次突发事件 让三档斯公司的股票打跌 这位汉龙持股打开了通道 汉龙集团迅速出击 收购了16.1%的股份 而另一场天灾 又让汉龙牢牢抓住时机 这就是日本低震的时候的那个股价 股价大概从五毛多 一直跌到了四毛钱 我们是在这个底点 迅速做出了决策 仅用两天 汉龙就用民营企业的效率 在二级市场把股权增持到17.99% 一跃成为三档斯的第一大股东 对市场的敏感把握和准确判断 为汉龙接下来的并购谈判 增加了成功法马 出乎意料的是谈判异常艰难 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 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特别是对我们汉龙提出的条件 他们有着这样和那样的疑问 谈判无法进行下去 谈判从上午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股权 税收等利益分配的细则 而关于收购价格僵持不下 刘总坚持5毛 焦点集中坚持6毛5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概谈了一个多大事 最终谈到5毛6和5毛8 但是双方都不得让步了 应该说 焦点集中也就急着赶飞机 也就走了 我们也回酒店 也就准备收拾行李也走了 就在大家离开不久 一个电话让事件的结果开始逆转 接到焦点集中的电话之后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他要做事让步了 不到半个小时 依然是老地方 双方都退让了一分钱 这比收购总金额 17亿澳元的大单 成交 5毛7个价格定了之后 应该说 所有的条款 就基本打仗 后来就是签字一试 一想低调 并以投资建成的汉龙集团 早在2009年 就收购了澳大利亚木矿公司 Molly Mize 2010年 收购全球最大木矿公司 美国General Molly 冰柜神速 是市场给予他们的最好经验 从拒绝到合作 再到支持 资源国悄然变化的态度 显示出他们对中国企业的认知 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 实际上海外并购矿业的资源 不仅仅是一个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企业 信任中国企业的过程 也是中国企业学习国际商业规则的过程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充满艰辛的过程 好 欢迎回来 前面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众多中国企业 在海外并购矿产资源的时候 面对资源国的质疑和担忧 他们是以自己的诚意打动了对方 虽然并购成功之后 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但是动辄数十亿美元 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资源类的并购 其实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那么在这类并购当中 如何才能规避这些风险呢 武汉钢铁自2008年成功并购澳大利亚 马达加斯加等多处矿产企业后 已经获得近四百亿吨的矿石权益量 总结战略战术 刘欣全告诉记者 规避风险 选择市场尤为关键 我们在地域的布局上 尽量的放在市场成熟度比较高 法治比较健全 证据比较稳定的这些国家 在交易方式上呢 我们尽量的是寻找那些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有个特点 就是它受到的监管比较严格 信息比较公开透明 尽管我国资源类企业 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 在国际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能力 但是我国资源类企业的海外并购 并不是一帆风顺 其中并购运行的商业合作模式至关重要 有一些我们处于项目比较分散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来讲是采取参股的方式 第二种模式当我们有把握的时候 以我们为主 第三个方式我们就根据 就是采取一种长鞋架的方式 锁定资源 许许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 受商务部的委托 每年境外投资矿产企业 都要在五矿商会备案 以便企业了解海外矿产资源 勘探开发的环境与投资导向 中国人的投资习惯来讲 往往愿意控股 或者是绝对控股 或者是相对控股 这样对国外的会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对于矿量产资源这种战略性的物资 许多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投资保护的一个规定 徐旭告诉记者 矿业投资本身涵盖了三个内容 第一是风险投资 第二是财务投资 第三是战略投资 以资源匮乏的日本为例 它正是以战略性投资 是发展得以为继 绝大多数日本现行的企业的投资范围 也是掺股 它只是掺股的10%到15% 但是他们要求要拿到矿产品购买权 注重把产品拉回来 支援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 几十年来 日本确实就在国外 每年都拿到近百万吨的这种通资源量 所以有力地支撑了国内的经济建设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尚福山 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赴日本进行学习考察 在日本 他发现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 金属矿山事业的部门 这个部门正是为资金需求量较大 回报周期较长 并伴随较大风险的资源并购项目服务的 他们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出少量的资金 支持我企业走出去开发国外矿产资源 特别是在前期的风险勘探这一块 给你企业要么是贷款 要么是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 如果你这个矿探成了探出来了成功了 下一步的开发 你这企业自己去融资 你就可以发展了 如果说你没有探出来 或者说这笔资金就等于是探探失败 没有成果 那么国家就把这个风险给你担了 专家分析指出 目前美元贬值 抬升国际矿产资源价格 资源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等外部因素 增加了企业的并购成本 而相关政策缺乏导向性 扶持主体单一 管理及资金运作效率低等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企业 海外矿业领域并购的失利和不乐观 面对各种不利因素 企业走出去 更应抱团形成合力 往往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事情比较多 同一个项目看好了 不光是民企业 我们有些国有企业也这样 都是自相竞争的现象经常发生 大家都说 他乡一顾之兄弟相见机 从最初的收购经常遭遇障碍 到如今 渐渐的为资源所在国的政府和群众所接受 这种变化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 从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 研究资源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 遇到问题迅速做出反应 考虑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真诚的去交朋友 等等 这都是促进这种积极变化的重要的原因 中国企业在资源能源的并购领域正在摸索 正在不断的成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的加速 随着世界经济的相互交融 我们相信在资源能源行业的海外并购当中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赢的案例出现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